首先 阿靖 你弄一個 大家清楚我不是銷售 是 我不是銷售 但我留下第六節先說 為何我要叫阿靖試一個拋芙 這個北海道拋芙 五房間、S7 就不是這個牌子 但外面也賣得很厲害 北海道就賣 我上網 我記憶是六七八日圓三個 香港那些超市 S7就算貴一點 例如七五九十多二十元 這些拋芙 那些是原裝北海道來的 北海道牛乳再加上乳字木茶 是啊 你先試試吧 我們都試過了 乳字木茶都是日本三大綠茶之入 你先試試吧 我已經吃了兩個了 不是人家北海道 真的做這些事 真的人家是有一手的 網上的朋友就說 這個拋芙和北海道的千層蛋糕 我也有的 是人生一定要吃一次的 那我是不是覺得這麼誇張呢 那我賣得便宜了 例如千層蛋糕 是 我賣69元 四件 哇 那又不是特別便宜 外面都是78元 是 那 但我留在最後才說 是不是正 但我現在只是很開心的分享而已 嗯 只要你阿政 他整天不在 有時在這裡 我要抓他吃東西 本來我今天想著吃蟹的 你知不知道我們 猜都猜不到 吃蟹 吃蟹的那個好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蟹 我喜歡吃蟹的 我們的蟹和大鮑魚 是賣到 我那些食蟹 有個代理機 是 他說不想是嗎 你賣了 這麼大隻蟹的鮑魚 這麼價錢 一輩子都沒見過 喂 他拿回來放在底 真的 是 而且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那些蟹魚 他跟我說 他說那些南北行 他們現在不是只賣乾貨 有濕貨的 你去他看過就知道 他說沒有 他說放在那裡 他不是標準三千元 放在那裡 一開口五千一萬 他說 大家要明白香港島的人 跟我們 那麼現在這個價錢 是啊 他可能不是這樣他不買 但是那個是鮮包 不是乾包 OK 好了 我們不要說過 我今天看完這些資料之後 我當然 我就好像一些所謂專家這樣說 市民會自己判斷 我是一個市民 我也有自己判斷 我也有自己判斷 專家就是說 不可以做你的 不可以做你們說 不一定有關係 雖然有些資料 你們手後有詳細的說法 你們自己會決定 是吧 如果你想到香港 怎麼說呢 連打疫苗 可以打出政治危機 大家就不是很清楚 他這個有得度 很冷靜的 裡面再製作另一款 我告訴大家 我這隻東西 外面是極罕有的 包括拋扶是有人犯的 為什麼不決銀馬勢 但是 我們犯第六次先說 是很冷靜的 為什麼經常是斷貨的 這女生很好吃的 裡面 你現在吃下去雪糕 其實是Grim來的 但其實是Grim來的 我吃下去也吃不到什麼分別 可能我條理很蠢 很滑 很滑 你開頭第一個 你會覺得 你不要像漏漏地 但是很容易就熟了 OK 很值得 好了 兒子 這個世界真的很悲哀 其實我在這件事上 我看到很多東西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到很多東西 就是香港 無論是公務員 還是所謂我們以前 香港 之前很多人都說過 類似這樣的理論 在我們最低的時候 比如Ju仔也說過 我先給大家提醒 昨天吃了一口 吃了同樣在賴湖內海 但是 就是另外一個牌子 其實是最冷靜的 不過昨天很小 大家看到他吃了幾隻生的 還有 我們也煎的蠔來吃 用美極油也沒有 真的很好吃 這些蠔很神奇 他可以熟吃 OK 昨天我們已經收到很多命令 今天我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想訂的 全部是星期六可以拿貨 你遲些來拿 我不介意 不過你遲些來拿 你不能吃生吃的 就是你的問題 我們的推介就是 星期六拿 最好是星期六吃生吃 星期日吃生吃行不行 都可以的 但如果星期一 他的賞美期是到星期一的 但我就推介 因為盡量 如果到星期一就熟吃 但如果你說多人的 其實你有三個人 你一包一定都吃完 是啊 我昨天試了用檸檬汁和桃巴斯庫 我認為比芥末和豉油還好 沒有那麼膩 清厚一點 四凱哥 他經常自認是韜客 愛吃的人 愛吃和會不會吃 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當然他也會吃的 四凱哥 其實昨天他本來想叫風水豪 阿浩哥 帶了他的一隻神雀 阿雪雪 阿雪雪上來 說跌我來尖掛 是 我說不算好 為什麼呢 我最討厭的畜生 我還未知有沒有料到 浪費我的空間 讓我私底下 看看有多少料 嗯 即是你能不能把一隻掛出來的 是 喂 其實只要你心情 很多方法 你求掛也能求到的 不過你不要說到那裡 就算了 神雀 就像我們以前的 神雕 不是以前有隻魷魚的保羅 也不想怎樣 是的 他說還看到那隻保羅 是的 好了 那大家WhatsApp 84111079 OK 入銀行入帳 發一張手條 可以說你的電話 很多網友說 我WhatsApp了 他還未回覆 即是說一個號 是的 我說一個號 為什麼呢 我們明天就節單了 星期三 為什麼 你以為不在這裡準備貨 我嘛 有些網友就說 為什麼八十八 還要這麼遲才回覆 喂 大哥 說我不知道幾次 WhatsApp就一定看到的 你一次過就是幾百人WhatsApp 一百幾十人WhatsApp 第一 小黃要休息 第二 就算在做事也要逐個逐個來 一定會通知你們的 又或者 大家可以直接上來他們的studio付錢 或者如果你知道我們銀行戶口 那你不用WhatsApp 你直接進我們匯豐的戶口 然後將一張收條 寫上你的名字 寫著號 電話 譬如你278元一盒的 那就一盒 你訂兩盒的可能是 556元 556元 訂三盒就照成 你入了數到我們公司戶口 然後寫下你的名字和電話 寫著號三盒 就WhatsApp 你先把111079元 已經可以了 總之明天中午就節單 我真的很推介大家 為什麼呢 它熟食也很好吃 現在林康正見到 其實是8899元 等於那些大隻老婆 我就將這個搬到那邊 現在我最早就困擾了股 和這堆東西 因為會阻礙 這堆東西我都可以收走的 我會買一張桌子回來 我們會正式做飲食節目 即是建立一些的爐 建立一些的煲 是 鑊 牽涉下你的身手 林康正在做過廚房 經常在家裡 尤其是 回家吃飯 又不回家吃飯 又鋪下自家製 說就沒用了 煮給大家看看 尤其是 我也想做一次給大家看 其實是不難的 就像我現在賣食材龍蝦一樣 上次炒龍蝦 好像很兒戲 上湯局給你看 其實也是很容易 我說你們就懂了 不過做一次給你們看 你們喜歡看 做給你們看 是吧 這個星期就可能我們這次已經到了 嗯 我們當然要找些美女 一起和我們吃鮑魚 是 吃鮑魚 棒 吃鮑魚 是吧 之前就說一下 為何這一節會來 我要招呼一個網友 上次我和她炒得很嚴重 在電話上 但是 見面就三分親 但是 就一如我所猜 所以有時候做朋友也好 啊 不過個性格 有些人是生氣了 有時候在說話上來 有時候喊吵的時候 是很容易會說大一些話的 嗯 在那一刻 但是我就猜不到 今天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她敢上來 嗯 為什麼呢 話說 我們買一盒零支包紙 第一支 是啊 這盒零支包紙 真是沒得撐 我們都很推薦 我們所有網友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本店 很多東西都好賣 但是最好賣 其實是 Top 3的產品 第一支是零支包紙 醋 薑醋 以及羅宋湯 嗯 羅宋湯呢 大家聽清楚 我現在呢 不知道為什麼 又炒了六盒出來 明明都買光了 嗯 炒了六盒出來 真的有72包 那明天呢 如果未買到羅宋湯的朋友呢 早點上來應該買到的 但是72包 基本上 如果我 是不是有貨的話呢 應該明天12點 1點就買光了 那大家卻幸運了 或者剛好 沒有人上來就有了 沒有也不要緊的 我到星期五就有了 是吧 好了 話說是什麼呢 這些零支包紙的故事 我就不說了 但是真的發揮了很大的效果 我不知道外面那些坊間 賣四、五百元 五、六百元的零支包紙 有多厲害 或者有多差 我不知道 我不去理會別人的東西 為什麼說不去理會別人的東西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著跟我們競爭 我現在買二百九十八元 兩三個月份量的零支包紙 就這樣聽這個價錢 在香港來說 基本上就真的是開心分享 事實上我們做這件事 真的沒有想過做什麼大盈利 當然我的性格 我一定會上升一點點 因為水腳都要的 如果我是用盈利 我起碼要賣四九八的 比現在賣貴二百元 以我性格一向的上升 和貨的效果 那這個零支包紙 它裡面是有一百包 我講過很多次 因為很多網友不止一個 只有五十包 那些網友這樣說 我告訴大家 他們從來不是 每一個提醒我的網友 都不是說 你騙我 為什麼只有五十包 我只說有一百包 不是用這個態度 是想提醒我 我告訴你 你只有五十包 不要跟別人說一百包 要不然你好像失誤了別人 誤到別人 真的時意提醒 但我都很猛 我講過很多次 但我太太就說 那你的節目這麼多 又這麼長 未必別人聽得到 又或者有時候 開了一個聲音 未必是很專心聽的 聽漏了也不定 你不用這麼操 那是的 那我要改進 這件事 那好了 那上個星期 我的網友 剛才剛上來的女網友 就WhatsApp水王說 喂水王 為什麼你們說一百包 我只有五十包 那水王就跟他說 你數一下才賭出來 他說我數過只有五十包 嗯 那好了 那水王回來跟我說 那不要緊 既然是這樣 退回錢給他 但我肯定不會是五十包 為什麼呢 喂會不會入燒 因為沒理由入燒一半 少一兩包不期 就是大陸廠 第二就是 我們每一包 林康正就知道 因為我們改包裝 是拿出來入盒的 就是換盒 如果沒有一半 我們一定知道 鬆臂鬆臂鬆 是 那盒子是合適的 嗯 所以是不會沒有一半 那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問他 Sella和林伯樂 我問小姐 是的 我是啤梨 我聽見你跟水王說 其實你有沒有數清楚 他說有 我說不是 你有沒有賭出來數清楚 這個就是他出現的那樣東西 他就說有啊 都有 所以我們有時候不需要這麼執著 既然是這樣你上來 星期二上來 我還給你錢 我不是要請他要零資 不要緊 我還給你錢 我沒有跟他爭論什麼 他說不是 我賭出來 我有數 那我就著了 我說如果他是50包的 我馬健賢全家死絕給你看 但是如果他裡面有100包的 你這個混蛋就給我全家死絕給他 死掉了 那我收了錢 我預料我告訴你 他不會上來 因為為什麼 我知道一定是100包的 嗯 因為為什麼呢 是我們拿上去換的時候 我們知道的嘛 你沒有一半是沒有可能的 嗯 就不會進入盒子裡的 嗯 OK 他剛才竟然敢上來 嗯 即是說 他仍然覺得他是理直氣壯 嗯 所以我看到你一看 水王一給我看 我說你有沒有數過 我說有啊 我數了兩次 滿信心滿滿的 我現在不是串 因為他解決了這件事 然後我就倒出來 因為我一看就知道是100包 倒出來數 他說我吃了一包 我就數了99包出來 然後我數到50包的時候 他已經說 為什麼這樣 我說小姐 上次我叫你數 倒出來數 他說為什麼 你不要問為什麼是這樣的 因為 他透明袋 是 他的心態就是 我在裡面數透明的 是 跟倒出來數 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 我說你有沒有倒出來數 我兩樣都試過 他還帶我 嗯 那麼他就出現了 他那種 對自己的盲目信心 嗯 當然我去動一下就叫人死全家 或者我死全家的這些事 就多餘了 但是我真的很生氣 一個人叫你倒出來 剛才我問他 你有沒有倒出來 沒有出聲 沒有 因為有100包 然後他男朋友吃我們這些東西 是老闆家 他說可以了不要緊 回去用常溫水就行了 我都說明 為什麼呢 你兩邊看 他回答著 簡單說 我沒必要騙你們的 如果我說50包 其實你一樣會買的 人家說明是要倒出來 他就給眼前的東西看到 最後還要相理 他滿有信心 就是說他改良心 你正常是不是那天 都聽完我這樣說 都這樣 是啊 老闆家 起碼就馬上倒出來 是 那個日子 那個日子不算 是啊 他都是覺得自己很能見 怎麼數都是25 只有50 是 是 就慘了 是 但是呢 因為他男朋友我們認得 老有記 我又免得羞辱他 還有他都是 就是一時我們這些人 退一退就算了 嗯 屌你老闆 叫你了 你說我終於試過 不能夠就說而已 你試也不試 是吧 Anyway 我們講一下新聞 記住 靈芝包子 我好兩塊錢 其實呢 我姐姐 我企業 我的運輸 甚至乎水王 他們都叫我加價 嗯 加價是什麼 因為我引我盒 那裡 還有找人請人入盒 換盒 那裡我是給了十幾元 一盒的 嗯 但是我就不想 真是屌你了 是不肯通 是這樣的環境 那些朋友又吃得這麼好 那個又好睡了 濕疹又好了 嗯 氣管又好好了 屌你了 有兩次我們三家 我剛才上網看了 我會不會繼續賣呢 我不知道 我自己意向就不會繼續賣 這個不適合我賣的 因為太低了 沒錯 就是這一隻 北海道直送 大家應該見過了 就是它很出名 被譽為一生人最少要吃一次的千層蛋糕 大家不要看這一盒 大家看清楚 它裡面有四件的 嗯 這個是什麼味道 這個應該是蛋味 牛奶味 牛奶味 這個綠茶味 滴椿 滴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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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最被譽為 就是紅豆綠茶 那一種是紅豆綠茶 一定要吃的就是這一種 時代表的味道 我從來不喜歡吃時代表的味道 特別喜歡吃時代表的味道 但是人們說這次時代表的味道是最好吃 我也買得最多 那一般外面賣70-80元 嗯 HKTV Mall就賣79.8元 嗯 OK 我啤梨真是利向微中取 所以我說我不打算買 四件 我是賣69元 哇 你們這些怎樣吃呢 在家裡放在冰櫃上 是 要吃的時候拿出來攤 攤開了就吃得了 嗯 蛋糕而已 OK 那你如果吃一件 就攤一件 是 我說 你老闆 記住上來買 因為我要賣光 退出一些位置 去買我其他東西 但當然如果反應好 我也會繼續買 那麼 我吃的朋友過 都是讚不絕口的 嗯 其實大家應該有信心 日本的時辰蛋糕 好 我講回北海道泡芙 就是林康正式的 為什麼我這麼痛苦 其實我沒有下這個貨 但是我十八天就成以拳拳 就要我試 那我就不要推 當然 我現在就簡約了 中間的整個過程了 那為什麼呢 明明是一件不錯的產品 你吃了 幸好 是 我也覺得好吃的 但是因為我只為買20元一件 我這裡始終 雖然我說 我們是一個零售點 但是我們也不是在街店裡 那不會有街客的 那就是上來的支持者買東西 那我不會覺得他們 直接說他們浪費了我的位子 因為為什麼呢 畢竟我們 我們盡點都是要做節目的 我貴是只有小時候 那我當然是放一些有價值的 外面不是那麼容易買到的東西 譬如說即食的 吉品包、乾包 那外面我不敢說絕對沒有 但是一定貴 而且其實也很少地方買得到 那我當然買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我買一塊 幾塊水 你不要理我賺多少錢 但是起碼有幾塊水 我買一個20元 我當我賺10元 都是10元而已 那我就不喜歡做這些生意 這些叫做死自己 行色隔壁 有人說給你好生意 那個商人買泡芙 我買了一個暗糕糕 又凍我的手 你有沒有 就這樣我又要搬 手凍一箱 然後我買100個 賺了900元 這些不是我要做的生意 100個你做得很糟糕 是吧 就是這樣說 所以大家相開來 就可以給我買個泡芙吃一下 立即吃也可以 拿回家吃也可以 其實是好吃的 因為外面是斷貨 經常斷貨的東西 吃千層蛋糕 我就會給點時間去 其實都面臨一樣的事 但是我會給點時間去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包裝方便擺放 樣子有多漂亮 而且真的很好吃 那就可能考慮它 會不會繼續 還是要死 我會給你 吃不想吃 你會不會再去 兒子 你會不會再去 餅 吃不想吃 我可以吃 你會不會再去 你會不會再去 你會不會再去